大家好,这里是C-O-K-E-M-E 好,一样睡觉前来历练歌 那今天要练的应该是 1986年凤飞飞的超级经典的歌曲 掌声响起 这首歌作词的是陈贵芬 作曲是陈金鑫 他歌词的内容讲的就是一个 资深歌者站在舞台上面 然后 缅怀自己从以前到现在的奋斗过程 同时也对台下 对他在现在还那么支持的歌迷 感恩他呀 所以这是一个歌者内心 OS小剧场曲 然后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然后也超级超级适合 凤飞飞来唱 因为这根本就是为凤飞飞量身打造的歌 不管是他的经历 还有歌曲诠释 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这首歌 那就来试试看这首歌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歌有一个我纳闷的地方 因为我看魔境歌词网里头的编曲 写的是张兆宏 但是我看有网友 就歌迷做的版本里头写编曲是陈志远 为什么会不一样 到底是谁编曲 还是有两个版本 还是是同一个人 欢迎知道的人跟我讲一声 那就来试试看这首歌 开始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喝采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 你我的爱 歌声教会 孤独站在这舞台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更改 多少情怀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像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喝采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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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我吗 掌声响起来 尤其他人 我心更明白 你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 将与我同在 你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掌声响起来 我性格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性格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难有这样子的歌迷了 因为好像现在都是速成的时代 而且就是单曲 而且好像发行这些都变成像名片 为了演唱会的名片 所以我不知道 像我以前这样子 就是期待他出唱片 然后每次都来买 然后给他支持 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已经变了 有点感慨 哎呀 连音乐都已经变成串流的 而且都听不久了 来这里是 最后孔宇美晚安 马卡巴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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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